今天蒙安典的经文 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阿们 由于马内里唱诗班的现实 和林谢管学团的视频之后 我们来听主牧师的正道 十届第三届命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支交会各位圣徒 支声店各位圣徒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 各位观众 今天是十届第三讲 见证第三条诫命 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 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不以他为无罪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神必定他为有罪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故此凡被神定为有罪的人 注定承受死亡的刑罚 这就意味着他终不能得救 即便神赐下了如此严厉的诫命 有些人竟然连十届中有这样一条诫命的事都不记得 甚至连一些称得上信仰虔诚的人当中 偶尔也有未能尊重神的名 妄称神之名的情况 当然如果大家从内心深处敬畏神 追求真理 哪怕是无意中也不会妄称神的名 奉主圣明 祝福大家通过今天的道 再次厌查自己 谨慎自首 绝不要在神面前做出无理的举动 时时刻刻都要敬畏神 亲爱的各位圣徒 妄字当中也包含着因人衰老或精神恍惚 导致言行举止不正常的这样的意思 在主题经文中 妄称神的名是指 人们非正当非敬虔 引用圣洁神的名 肆意妄诺 比如有些人常把自己的想法 说成是神的教训 或明明是在随己意行事 却谎称是神主管了他 这一系列指着神的名 其假事以及开玩笑的行为 均属于妄称神的名的罪 平常也不寻求神的人 一旦遭受了不顺心的事 就埋怨说上天无情 若有神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也是在妄称神的名 神是配得一切荣耀与尊贵的创造主神 然而作为一个受造物 胆敢妄称神的名 神怎能不以他为无罪呢 神之所以说那些妄称他名的人 有罪的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不信神 有些人随口说神不存在 尤其是主张进化论的人们 他们否认神的存在 很久以前一名苏联的宇航员说 我走遍了宇宙哪儿都没有神 作为一名宇航员 应该很清楚自己所探险的宇宙 自己所探险的空间 与整个宇宙相比是何等渺小的事实 他也仅仅是去了一趟月球而已 以前我在报纸上看过 整个太阳系在宇宙里 也就一个点那么大 了解宇宙的人知道 宇宙是何等宽阔 因此也能了解整个太阳系 在宇宙里也就一个点那么大的 这句话 太阳系也只不过 只有一个点那么大 那么宇航员也没有废出这个点 只是从地球去了一趟月球 就说没有神 他只是探险了整个宇宙中 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空间 只因为自己没有亲眼看到 创造宇宙的神 就说没有神 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呢 在诗篇五十三篇一节说 云文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悟 行了可憎悟的罪孽 没有一个人行善 以千辈的心查看天地万物的人 完全能够从中发现 创造主神的永能与神性 并且有无数的 传道人在向人们见证 永生神与主耶稣基督 尽管如此 有些人还刚硬其心 既不相信神 还妄称神的名 对此 神怎能不以他为无罪呢 亲爱的各位圣徒 神以妄称他的名的人 为有罪的第二个原因是 因为他轻慢神 轻慢是指不当回事 或瞧不起 有谁敢敢轻慢了创造主神 却说自己无罪呢 在诗篇九十六篇四节说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 又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说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世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他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 都归给他 阿们 在《初安吉记三十三章二节》中 甚至有这样的记载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可见神是我们受造的人 所无法望见的伟大的神 于是以前心上的人们 虽然不了解神 但面对与天有关的事物时 却使用了尊重 比如以前人们看到下雨 就说是天赐甘霖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 我的长辈也好 我的父母也好 我从来没听说过 有谁说下雨了 在那以后 我也没听过有谁这样说话 天赐甘霖 每次下雨 他们都这样说 我也是一样的 我们虽然不认识一个华神 但心里还是模糊地认为 是全能的造物主 从天上赐下了雨 于是他们不说下雨了 而是说天赐甘霖 大家经常能体验到 天气是由神来掌管的 就是在神的命令下 天使们调节天气 人们对待自己的同类 尤其对待自己的父母 或自己所尊重的尊敬的人们 人时也不随便地叫他们的名字 非叫不可实 会带着尊敬的心 在对方的名字后面加一些尊称 何况神是创造万物的主 是所有生命的主宰 人们想要提起神 应该用多么虔诚的态度来对待呢 据说以色列人在读圣经时 非常谨慎 甚至都不把神的名念在口中 读圣经时 一旦遇到耶和华三个字 他们就为了不说神的名字 把他读为 亚多奈 就是我的主 比如圣经上写着 因耶和华为大 他们就读 因我的主为大 当然不是要我们也要这样做 而是要想提起神的名 定要持有这种谦卑的心 然而如今在信神的基督徒当中 偶尔也有不尊重神 甚至轻慢神的现象 比如有些人在说一些闲话 或开玩笑时 胡乱引用圣经中的经文 极不恰当地引用神的名 道就是神 故此轻慢圣经话语 等于就是轻慢圣 再有借用神的名 说谎话 也是轻慢圣的行为 一会儿 会在第三个原因当中 再详细说明 比如有些人 只是因着自己的意念 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说是听到了神的声音 或圣灵主管了我 并于大家的理解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有人借我的名 向他人传 我也从来没有讲过的话 甚至一本正经的说 是主人牧师这样说的 这样的人能说是尊重我吗 或者有人为了让对方 顺从自己的意愿 就说这是主人牧师的指示 如果我知道了这个情况 该有多尴尬呢 就这样指着人的名 说谎话都不应该 更何况胆敢指着神的名 说妄言 那更是极其轻慢神的行为 全知全能的神 对所有人类的心思意念 以及隐藏在一切言行举止 中的善恶都了如指掌 神时刻都在用他火焰般的眼目 洞察每一个人的人生 并按照个人的所行 施行审判 故此真正信神的人 是绝对不敢忘称神的名 以致犯下轻慢神的罪 在此我嘱咐我们圣徒们 要以敬畏神为至上 与人谈话时也要谨慎 绝不要犯下轻慢神的罪 亲爱的各位圣徒 还有一件事需要大家铭记 真正敬畏神的人 不只在提及神名字的事上 在与神有关的一切事上 必会表现出谨慎 自守与节制的态度 我在前面也讲过 从心底里敬畏神的人 必或以敬虔之心来对待 与引用神道即圣经话语 另外对待神的物品 及对待圣殿与圣物时 也要比自己的物品 还要珍惜与谨慎 还要在管理神的财政时 定要谨慎 数额再小 也要准确无误地用到实处 并且在整理财政之前 定要祷告 之后再核算与支出 如果不小心打碎了 用教会的钱买的水杯 或是打碎了圣地里的镜子 或玻璃窗 怎能若无其事地走开呢 绝不能这样 再小的东西毕竟也是分别为圣的 神家的物品 我到现在一次也没有 私自动用过教会的财政 从开拓教会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擅自用过教会一分钱 并且教会的一张纸 一支笔 电话 或奉献金信封 除了规定的用途以外 我是从来没有用在私人用途上 我到现在连教会的信封也从来没有用过 当然我不是教大家也不要用 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不用教会信封的原因是 我家里有很多很 就是其他的信封 教徒们给我送东西或送文件时 经常用他们自己的信封 我会把它攒下来 到现在已经攒了很多 那么需要装东西时 我会拿出来使用 如果是用神的信封装了文件 我还会把信封还回去 不是神的我就不用还回去 我就放在家里保管 装东西时我再拿出来用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次神的信封 这是因为我不敢随便用神的物品 大家在谈论到神用他的权能 所保证的属神的人 或谈起圣灵的做工时 要记住这些都是与神直接有关联 另外对于神所足 主管与干涉的事情 人不能在数落的一年当中 论断或说出无理的话来 这一点我们定要注意 扫罗极度行恶 最终被神延弃 然而大卫敬重扫罗王 曾经是神的受告者 因此尽管扫罗王威胁要害自己的性命 一再追杀自己 大卫始终没有害他的命 其实他完全有能力杀害扫罗 但他并没有取扫罗的命 提扫罗是被逆神的人 是遭神厌弃的王 不仅如此 扫罗还杀死众多的祭司长和其他家人 但是大卫看在扫罗是神的受告者的缘故 就始终没有害扫罗 由此可见 真正尊重神 敬略神的人 必以尽情的心对待属神的一切 在此 主佛心爱的圣徒们 不只是单对神的名字 在与神有关的一切事情上 都要以谦卑之心行事 千万不要做出 轻慢神的举动 亲爱的观圣徒 神以妄称他的名的人为有罪的第三个原因是 因为他借用神的名说谎话 通过旧约圣经 我们能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上 使而出现假先知 他们把一些神根本没有说过的话 宣布是神的旨意 或说是神告诉他们的预言 以此来迷惑百姓 在圣明记十八章二十节 神严厉地警戒这样的人 若有先知胆敢 敢脱我的名说我 指的是神 所谓曾吩咐他说的话 或是奉别使神的名说话 那先知就必至此 神是在告诉人们 善敢脱神的名说谎话的罪是属于死罪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也说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败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烧在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既然有第二次的死 那并有第一次的死 是什么呢 在主来之前 死的人 若其灵魂被神接走 他的身体就要被埋葬 那些不信神的人 其灵魂被带走 就叫死亡 这就做第一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 则是指过千禧年后 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制 人们将再次复活 死人也一起复活 复活之后 将受白色大宝座审判 是受地狱的审判 根据罪的轻重决定 地狱的刑法 硫磺虎 或是火壶 最轻的人是 尽火壶 最重的人是 尽硫磺虎 那些假先知识 必被扔紧硫磺虎 这就是第二次的死 我再读一遍 在启示罗21章8节说 我有胆怯的 那胆怯人是正式犯罪的人 说实信神还仍犯罪 所以尽管神是慈爱的神 他们还是感到胆怯 我有胆怯的 不信的 那不信的人 当然只能走向灭亡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那杀人的上次也学过 淫乱的 行邪术的 败偶像的 和一些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 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这里面说谎话的 就是指借神之名 说谎话的人 如此假借神的名 说谎话 以致被神定闻有罪 这是自己在积攒罪 自讨审判 不只是假先知 指着神的名 启示后不照此遵行的 也是构成 假借神的名 说谎话 并忘称神的名 的行为 有些人就指着 神的名 启示 事实上 奉神的名 启示是被禁止的 我们的耶稣也请口说 不可指着天启示 不可指着地启示 还受了不可启示的 原因 奉神的名 启示是被禁止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 指着神的名 启示 或诱导别人 指着神的名 启示 就是照着在 立威纪十九章十二节 说的 不可指着我的名 其假事 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但如今我们时而 可以看到 有些信神的基督徒当中 也有指着神的名 说谎话的情况 比如 明明不是神的做工 却说 我在祷告时 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神主管了我的心 或指着 正在开展顺利的事情 就一口断定 说这是神成就的 他根本就没有 听到圣灵的声音 还假装说 自己听到了 圣灵的声音 或说是神主管了 他的心 那么各位 旧约时代的人们 还能说是 受到了神的主管 但到了新约 就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们所听到的是 圣灵的声音 受到的是 圣灵的引导与主管 我们是在听 圣灵的声音 是圣灵在主管我们的心 并引导我们 而不是神在主管我们 因为如今是 圣灵时代 但如果是 领受神的权的人 说是神主管了他 也并不矛盾 因为圣灵主管人的心 也亲耳听过 神的声音 所以完全有可能 受神的主管 如果真的是 神的做工 那就无所谓了 问题是 不是圣灵的声音 或主管 却习惯性地 说成是神的做工 所以这样的人 说是神的主管 本身就是说谎话 本来就是由来 圣灵主管 所以要 说是都受到圣灵主管 而不应该说是神主管的 作为神的儿女 你当要听到圣灵的声音 并在凡事上蒙神的引导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要说 受圣灵的引导 而不是说 受神的引导 受神的引导 这句话 也不完全是错的 但严格来讲 受圣灵的引导 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受神的引导 这句话 不完全是错的呢 因为圣父圣子 圣灵是三位一体神 所以受神的引导 这句话 也不完全是错的 但严格来讲 我们还是要告白 受圣灵的引导 其实并不是蒙神救恩 成为神的儿女 任谁都能听到 圣灵的声音 根据离弃罪 心中填满真理的程度 会逐渐清楚地 听到圣灵的声音 相反 不遵行 这里之道 与世俗妥协的人 无法听到圣灵的声音 而我会碰到这样的人 说得好像是 听到了神的声音似的 如果是给我写信 或者说这些事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 当面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 你是怎么听到 神的声音的 那么他们就会回答 说神在他耳边 悄悄地说了一些话 那么万君之耶和华 会在人的耳边 说一些悄悄话吗 神不是这样的神 圣经旧约新约 还有在启示楼记录了 神的声音 是怎样的一个声音 神并不是在耳边 说悄悄话 如今人与人之间 也是一样 世俗人们在交谈的时候 怕旁边人会听到 就紧贴在一起 在耳边悄悄地说 信我们圣徒们 千万不要这样 有些人看到旁边 有其他圣徒 就在我耳边 小声都说 主人牧师怎么怎么样 不要这样 因为怕别人听了 就不要说 因为自己心里无愧 别人听了也无所谓 那说悄悄话的会是谁呢 就是属仇德魔鬼 污鬼的作为 被鬼父的人听到鬼的声音 明明是鬼在他耳边说悄悄话 他却把它说成是神的声音 鬼为了诱惑他 就在他耳边说 你要祷告 你快祷告吧 这类的话 那他就以为自己是听到了神的声音 就是这样受迷惑 久而久之 就会慢慢地被撒旦所挟制 那时撒旦也会露 就是显露他的原形 还有些人心中满是非这里 却出于张显的心 为了张扬自己 把自己随从自己的意愿 做出的事情 说成是圣灵的做工 这样做不只是对人说谎 在神面前也在说谎话 我们要知道 圣灵的声音 不是人人都能够听到的 要想听圣灵的声音 就要成就圣洁 干得恶事进洁不做 听到一般都是圣灵的声音 不过也有的时候 因着某种需要 神会让人听到神的声音 其声音如雷 是从天上传来的 绝不是对人福尔低语的那种声音 刚开始 虽然能听到一些圣灵的声音 但在达到百分之百听清之前 还是要经过操练 从而能够自行分辨 那是不是圣灵的声音 刚开始听圣灵的时候 大家会因为分辨不出圣灵的声音 还是自己的想法 会感到苦恼 所以要经过操练 听到圣灵的声音后 原以为那只是自己的想法 往往过后才会发现 那就是圣灵的声音 有了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的经验后 就会形成分辨能力 原来圣灵的声音 原来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来的 我的意念是从头脑产生的 而圣灵的声音是从内心传来的 会有这样的领悟的 当然并不是这样的领悟 到其道领悟到其道里 就能马上分辨出圣灵的声音 而还是要接着经过操练 有了分辨圣灵的声音的能力之后 当心中照到主管 即便认为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但还是要通过向神祷告 谨慎确认出其圣灵的声音的 圣灵声的真伪 若是圣灵的声音就要照此顺从 另外为了正确分辨 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留意 开始觉得是圣灵声音 如果过后发现是圣灵的声音的事情 就必会吻合 如果这样经历一次两次 一次两次三次 这样过程之后就被会启示 产生自信 原来圣灵是这样听到的 我的念又是这样的 会产生这样的分辨能力和自信 蛮有自信的分辨出圣灵的声音 并照着顺从形式时 才能说是完整的 有些人说自己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说我受到圣灵的主管 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蒙得了这样的音音 神让你们如何如何坐等 甚至利用神的名 还说是圣灵的左宫 偶尔会看到这样的人 这样的话不能完全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正确地听到圣灵的声音还还好 但有时候并非如此 假如一个为神的国尽众的工人 说他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并把所听到的十项内容都列了出来 但其中只有六项是 六七项是内容是对的 那剩下的三项是错误的 那么他所说的话 就不能当成是圣灵的声音 他所说的十项内容都准确才可以 十项内容当中只有六七项是圣灵的声音 而剩下的三四项则不是 那他会绊倒其他灵魂 甚至还会夺去那灵魂的信心 如果蒙住了还好一点 当然了对方该有多失望 不然了对方该有多失望 对他是去信任的 所以给人传达所听到的圣灵的声音的时候 一定要准确无误 绝不能不负责任的说是圣灵的声音 却误传 工人当中还有这样的人说 主人牧师我为某某人做祷告后 他的病得到了医治 我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向某个人传福音时 受到了教堂主管 做了这样的事 那么他们祷告得应允 帮人解决问题 这些都很好 但实际上在他们身上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我听到别人说 他们制造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只向我报告 有神的做工随着的事 却不说自己犯错误的事 错了等 等这些的事一律不说 是说好的 这也是不诚实的表现 我犯了这样的错误 我犯了 我做了这样这样的事 要这样悔改 或者我指着主的名 指着圣灵的名 说了这样的话 结果我的判断 有无发生了这样的事 如果连这样的事 也像我报告 还说明这样的诚实 还说明他的诚实 但对于这些不好的事 他却闭口不言 只说其中 蒙英允的或比较顺利的事 这真是个问题 所以说要好好地接受 听圣灵的声音的操练 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 再行事 这样才能够荣耀神 因此尚未具备准确的分辨能力的情况下 我们要格外谨慎 绝不能随意断定为圣灵的作工 除了圣灵的声音以外 在梦境 印象等各样的属灵体验上 也是一样 比如梦有很多种 有给神的 有神给的梦 有来自个人意念的梦 我说一句世俗不太好听的话 有句叫乱七八糟的梦 还有些梦是撒旦带来的 明明不是神次的梦 却非常肯定地说成是神次的梦 这也是不合乎神的 如果是神次的梦 做梦的人也能感觉到 会确信这就是神次的梦 这种梦是非常清楚的 大部分神次的梦都是能够解释的 或者一经过祷告就能知道是非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有些梦是能够解释 有些是不能解释的 就像埃及遍地必来 七个大风年和七个荒年的梦 是需要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属神的人是能够解释 分析的 是能够解析的 相反有些事情是不能提前公开 只是在梦里给予提醒 这些梦是等事情过后才能知道 到时候就会知道 原来是神的作为 所以这种梦是无法提前解释 等事情过后才能解释 异象年龄也是一样 耶稣的首席门徒彼得 在看到异象时 也没能立即解释出其含义 但他经历有关异道 有关异象的事情时 他才开始醒悟 原来自己所看的异象 是代表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异象有能够马上解释出来的 有等事情过后才能解释的 也有在事情进行过程当中 能够解释出来的 另外当有人指着圣灵的名说话 说话是听者也要慎重 假如有人跟我说是圣灵这样告诉我的 那么即便对方在属灵上是小子 我也不会忽略或反驳他的话 万一那真的是圣灵的声音 我也不能干犯 当然我也能够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 所以能够准确地分辨出 对方说的是真是假 尽管如此 我在亲自向神祷告 令弄清之前 是不会轻率地断定说 那是圣灵的声音 或那不是圣灵的声音 因此当我们指着神的名说话时 无论是说话的人 还是听者都要谨慎行事 那么大家看意象或打开灵眼的人 也是一样 有些人说自己打开了灵眼 就给我写信或当着我的面做见证 不过我看大部分的人都不是 他们看到的是一般圣灵也能看到的 还说是自己打开了灵眼 他们说那些不用打开灵眼 大部分圣灵都能看到的 打开灵眼 看到的人一定要找人商谈 自己看到的那些现象 是否真的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打开了灵眼 还有些人虽然打开了灵眼 但看得不是很清楚 只开了一点点 看得非常模糊 所以越需要向属灵的人咨询 自己是否真的打开了灵眼 看得有多深等 从而继续向神祷告 以便将来看得更清楚 这样会蒙更大的祝福 也有些人因着自己所犯的罪 受到撒旦的控告和搅扰 遭遇灾殃 却说是神降灾于我 还有一段事情顺利成章地展开 就说我向神祷告 神将祝福了我 不久那件事遇到了难处 他又改口说 是神阻止了我等 有些人总是动不动 就不正当地使用神的名 如果是神的做工 那肯定会万事横通 就算目前看来不顺利 但最终必会横通的 神怎能 怎么能可能让你开始 时候横通到最后变得不顺呢 神是非常准确 从来没有失误的 他们自问这是信心的告白 但内心真诚的信心的告白 与以张扬而草率的心 借用神的名说出来的话 是截然不同的 在真言书三章六节说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然而在你所行的路上 都要认定他 这句话并不是说 让我们随时随地 都要提及神的名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神的人 反而持着更加信实 而谨慎的态度 不轻易谈论神的名 只是尽心尽力 行在真理当中 下面说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神做事非常准确 十分细心 故此 神从来没有 马虎而大概地使用过 圣经上任何一个字句 比如对于圣徒们的称呼 神都是根据 每一个人的不同情况 使用了最准确的词 有时候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的时候说 弟兄们 要说弟兄们的时候 如果说是亲爱的弟兄啊 其意思呢 就会改变 圣经上还有弟兄们 你们做儿女的 这些称呼 使用父老啊 少年人呢 小子们呢 等这些称呼时 神也是根据 个人的信心分量 持着不同的含义 来称呼 假如我以属灵的方式 叫一个处于 信心的第三阶段的人 说父老啊 这样对不对呢 这样是不对的 那应该怎么叫呢 处于信心的第三阶段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呢 人在信心的第一阶段 时的称呼不同 二阶段的也不同 三阶段的时候也不同 四阶段以上的更是不同 我们应当根据 个人的信心阶段来称呼 圣经上记载着 亲爱的弟兄啊 这个字 那就要看前后的内容 弟兄们和你们做儿女的 这些话语 话语的前后字 前后句子 和亲爱的弟兄啊 这句话的前后句子 是不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啊 这句话都是说 给神要赐下祝福的 极为讨神喜爱的 属灵人说的 圣经上这样 圣经上称呼 这样的人为 亲爱的弟兄啊 而面对大众圣徒们 说是小子们呢 或者弟兄们 看到亲爱的弟兄 这句话前后句子 就能知道 原来是用了这样的称呼 神不会没有理由的 哪都记录这个字句 领受神话语的时候 也是一样 若神对大家说 亲爱的儿子 那个真是祝福 那肯定是谨守 遵行神的诫命 行在光明中 所以神才会说 我亲爱的儿子 亲爱的女儿 不然神不会说 亲爱的这个词 接着对于更加圣洁 从而进入全灵的人 神还不止 叫他们是亲爱的弟兄们 对他们 神再加上 加上一个词 就说 我的爱字 我所喜悦的 就是多了 我所喜悦的这个词 另外对于三位一体的 神的名字 也是不一样 神 耶和华 父神 弥赛亚 主 耶稣 耶稣基督 羔羊 主的灵 神的灵 圣上的灵 圣灵 等这 圣经上用多种词 来记录了神的名 其中没有一个称呼 是没有意义的 每样都蕴含着 非常准确的意思 并根据前后文 以及所处的 状况所记录 状况所记录下来的 我说耶稣基督 或我主耶稣基督 或直接说耶稣时 所代表的意思 都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任何时候 都说耶稣 说一些四福音书中 我们主在背负十字架之前 事情是我会说耶稣 而不是说我的主 或我主耶稣基督 这些称呼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要正确使用 可见 完全的神 希望祂的儿民们 在主里面 无论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都要准确 无物 当我们谈及 尊贵的神的名字时 更是要准确地去说 在撒末尔记上 二章三十节后半节说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描示我的 他必被轻视 神说过爱我的 为爱他 就是说如果 一个人敬畏神 神也必尊重他 如果一个人尊重神 那神也必 看重看他 相反神告诉我们说 藐视神的人 必被神侵蚀 大家若是从内心尊重神 自然就不会忘称神的名 并且在凡事上敬畏神 愿心爱的圣徒们 能够从内心深处 敬畏至高至大的神 时常进行祷告 查验自己的心 一心一意 单单荣耀神的名 因此奉主 圣明志愿大家 能够被神重看 使神保障 大家一切的言行举止 把大家看作 宝贝而尊贵的人 最终引大家到天国中 最为荣美的举所 通过影响来接受 主人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 凭信心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 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 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知交会 知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 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 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 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病 医治他们 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赤则 击退瘧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 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斯病 白血病 脑医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瘦炎症 也都得到痊愈 也就父使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 盘头株症 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来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神经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儿 要听得清楚 家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 后遗症得以竭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 得以痊愈 火都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阿丘尼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 也得以接近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他的赐语 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 都退去 他的重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 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 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精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 灾阳中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听明天使煮火焰般的夜幕 看顾保守神 所有儿女们的家庭 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明泽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 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预计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 感谢您 将荣耀归于您 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